好的 經過一個早上的調查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的 在6月2號開放給醫事人員 跟醫診所的行政人員施打以後 其實有很多的大型診所 我們是比較小型的醫院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自己打自己的院內人員 所以有些大型的診所 就像市府衛生局這邊提出需求 那衛生局評估後 有依他的醫規定箱先配發給他 並告知他必須要打 自己的院內人員 那這個好心肝 他當時打電話來說 他有大概101位的醫事人員 所以先第一天在6月7號配了15瓶 6月8號他有打電話來說 他還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希望能夠分到100瓶 那我們衛生局的同仁 他就依照他的需求 先撥給他100瓶 總共撥給他的115瓶 那今天早上去稽查的結果呢 因為這個時間都只能打 第一類到第三類的醫師跟防疫人員 所以我們今天稽查的結果 他6月7號第一批的55瓶 他事先有造冊有77人施打 那大部分的造冊人員 已經在院外有施打過 所以他們把診所領用的15瓶 開放給基金會跟診所的志工施打 共施打了172人 6月8號第二批的100瓶 他們有分給好心肝診所50瓶 跟好肝心診所50瓶 全數施打在診所的志工 還有肝病基金會相關診所的志工 共施打了1113人 那今天早上稽查的結果 顯然在我們要求他們 我們依照第一類到第三類的醫師人員 有一大部分是不符合相關規範的 所以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第29條第一項 醫療機構應該配合中央主管機關 訂定的預防接種政策 違反的話 要除30萬到200萬的罰還 所以我們今天會 除以最高罰還200萬元 那另外我們會取消相關的 本來是希望他們能夠做預約的合約診所 這個資格我們也把它取消 本來是希望他們能夠做的 本來是希望他們在想關診所 跟結果來自信 本來是希望他們能夠做的 他們是先一 Gabrie 誇張一下 本來是一個人的